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讲一下引导页和介绍页的设计 这两个页面 确实可以说相对来说会没有那么重要一些 首先说引导页吧 主要是这两种类型的页面 它在这个产品里面的重要性 就没有以前那些页面那么大 但是呢 这个引导页和介绍页其实也是 也是用户接触你这个产品的第一印象 你做得好的话其实也就是 等于说你这细节做得特别好 有一些有些产品它能够把引导页做得非常的 精美 而且是形式可以把它做得非常好 那引导页呢 其实就是 我们在刚刚安装完这个APP的时候 有一般都有几张 有的三张有的四张 有的还有两张 会对这个产品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的 这么这么一个页面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印象笔记的 它就是 一个页面然后两个页面 到第二个页面之后就开始有 让你进入使用的这个开始按钮 第三个页面就直接到那个 登录页面了 还有这个是我们竞争对手 它这个引导页的话 它是用 网上拨的 刚才那个 印象笔记呢 它是从 从左往右的 去播的 那这个是从下网上 从下网上去播的 反正形式的话 大家都 都各不相同 那这个它还有一些 动画的一些效果 那这个是微信 它的引导页了 它的引导页一共有四张嘛 那我现在是接了三张 那它一向都是 以简约特点的 去做这个产品的介绍 包括到以前的几个 几个版本 也都是用简单的字 还有一个非常简约的一些图形 去做介绍 那我们刚才想了 还有一些应用啊 比方说像那个 Nestor 它就是直接打开的时候 用动画 还有蛮多的一些国外的 因为打开的时候 就是非常的 跳的那种动画 非常俏皮的那种动画 能够吸引住你 那这里的话 没有办法说 把整个这个的 产品的那个 那个 Demo 拿下来给大家看 好那这个是引导页的一些 简单的介绍 那下面我们讲一下 介绍页 那介绍页呢 其实就是 App Store上面的 当我们还没下载 一个软件的时候 App Store上面的 对这个产品进行介绍的 五张图片 一般称为是介绍页 那这个图片的话正常是在 我们开始要再提交 一个版本 不管是 安卓的也好了 还是那个 iOS的也好了 在我们要提交 App 到他们的应用市场的时候的 才会用到的 这几张图片 所以通常很多那个 产品经理在 都是在要 赶着要升级的那个时候 才急匆匆的 还告诉你 哎呀 我们还差五张介绍页了 赶紧帮忙做一下 那这样的话 其实赶出来这个页面的 效果都不是特别好 其实这个介绍也好 就是你一些新用户 特别是通过搜索搜索到这个 App的那些 用户的 当我要下载的时候 肯定会先 简单过一遍 这几张页面 所以这几张页面呢 如果是做的 设计的 设计的好一点 然后内容介绍的稍微 更充实一点 能够 反映出这个产品的特点 那很多新用户 就 有可能就会去下载 所以这也是决定了 用户 要不要下载 你这个 产品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页面 也就是 用户 还没有 做还没有 用你这个产品之前 跟你这个产品的 第一次接触 就看到了 在这个介绍页 那这个呢 就是 我下载了一些 我截图了一些 我们这个新闻内App的 一些 介绍页的一个风格 大概了还是 主要是对这个产品的一些 内容和功能的 简单的介绍 配上自己的产品的一个截图 那整体的设计风格还是 离不开 整个产品的一个 色调了 该扁平的 他一般介绍也还是用扁平 然后跟红色的 他介绍也应该 一般还是会延续用红色 但有一些是设计的花哨一点 设计的是简约一些 像这个是那个 网易新闻的 他也是 有一些 放大了放大出来 相对来说会比较 友好一些 说明也会比较清晰一些的 那整个设计来说也没感会好一些 这个是 凤凰的 那这个是 网易的 他们两个倒是还蛮相似的 设计上还是有共同之处 这个是微信 他介绍也就是 比较 他介绍也就是比较 比较霸气了 他直接用APP的一些截图 上去 我也不需要太多的 花里胡哨的一个 一个一个设计 我简单的就是要跟你讲 很直接也要跟你讲 我这个产品 主要功能是什么 当然也就是因为他的市场占有力太高了 他的这个介绍页的低章还是蛮新奇的 他也是用个视频的形式 去 介绍 整个这个产品的 一些基础的一些功能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是 腾讯新闻的 他还是用 突出内容 把界面直接展示出来 然后他简单的用文字 去介绍一下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 产品介绍 那这个的话 我们还是延续用 扁平的形式 整个色调也基本上是用红色 再加上 想象其中也一样的一种 淡淡的一个红色 温馨一些的 为了整个画面美感更强一些的 有黑白灰的用对比 该把深的地方给他 压下去 他毕竟不是应用页面 他 他其实更多的应该说他是 算是一张海报了 要 展示这个产品的一张海报 就像我们电影海报一样 所以呢 精美一点 或者是他的那个视觉 效果好一点的话 有些新用户的话 他在决定要票下载的时候 可能会 用你这个介绍页上 做得比较认真一点的话 他会 更留意一些 所以一个介绍页 其实也还是蛮关键的 那上面的就是 大概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产品的一个引导页 还有他的介绍页 那下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页面的设计 介绍页的设计 好那我们把画面切换到PS 这个是已经做好了 这五张的那个介绍页 那 因为我们在发布这个产品的时候 它会对于不同的操作系统 不同的那个应用市场 对这个介绍页的那个尺寸 会有不同的要求 就比如说iOS他那边的话 他就要你提供 4版本的 就是640x960尺寸的 还要让你再提供那个5版本的 还要让你再提供6版本的 不同尺寸的一个介绍页 所以呢 要对整个这个页面 它的整个 构图的设计 要适应各种不同版本尺寸的 那至于像安卓他那边的 那个尺寸 好像又不一样的 通常是用1280x720的 去做介绍 那这个尺寸的又多了一个尺寸出来了 那在 iOS里面的话 他一般是要你导处用PNG的 那安卓的话 倒是没有太 太多的要求 JPG的也是可以的 好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 这个介绍页 的一个设计 我是把 5个页面呢 直接都放到同一个 文件里面来做了 那这样的话 整个尺寸 调整起来的话 也会方便一些 各不同尺寸的话 因为比较多嘛 这样调整会比较方便一些 好 无非也就是 这样做法 我就简单的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三个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 为了让 背景呢 显得不要那么 单调 而做的 那这个用深的话 其实呢 就是为了这个画面的黑白灰更明显一点 你用浅的话 显量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画面就是整个画面的视觉冲击力 那么强 好 其他的几个页面的一个设计啊 无非也是 也是一样的 也只不过是 让他的整个这个展示的方式稍微改变一下 不要那么呆板 不要那么丝板 但是整体的这个设计的风格还是延续不变的 还是比较统一的 好 那这个页面就 也是在 以前的那种基础上 那种风格的基础上的一种延续 好 这个相对来说也会变化比较大一点 我还是蛮喜欢这种方式的 这个是 一个分享的页面 这是对我们这个产品 的一个分享功能的一个简单介绍 让你分享也方便 这个是留白 然后把字放了这个地方 这个主题就特别突出了 好 那整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新闻的APP的一个 一个 产品介绍页的 大概的一个情况 好那这结果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